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日前跟民眾座談時表示 如果當選要廢除一例一休 不過事隔一天他又改口說 只是希望可以重新調整 對此行政院長蘇貞昌痛批了 他說韓國瑜說話反反覆布 如果給他負責國家大忌那還得了呢 而蔡總統也說 參選總統是很嚴重的事情 政策得要充分準備 不要為了批評而批評 或是信口開閣 如果有機會當中華民國總統 我會主動廢除一例一休 霸氣喊出 如果當總統就要廢掉一例一休 但事隔一天改口說 未來希望能重新調整 韓國瑜炮轟中央政策 但說出的話180度大轉變 讓蔡政府找到著力點直接開槍 不是為了批評或者是信口開閣 為反對反對 這些都不是在參選總統的 應該有的一種態度 韓國瑜講話不算話 換來呼去已經大家看多了 做一個總統候選人提政見 是要對選民對國人同胞負責的 起碼也該認真一點 卻還是講了以後 隔天都馬上要換 這種如果真的給他負責國家大忌 那還得了 暗算韓國瑜說話不負責任 但聽總統大選必經的訪美行程 韓國瑜去考量時間不夠 決定不去 不管有沒有訪美啦 那任何一個參選中華民國 台灣總統的人 對於區域的情勢 還有跟我們主要友邦之間的關係的重要的議題 都必須要熟悉 而且要有一些清楚的立場的表達 而不是含糊一對 韓國瑜到處呼嚨 台灣人都很善良 那美國是超級大國 看多了各國大人物 韓國瑜要到美國 美國人其中他任意呼嚨 所以不去比較不會老虧 想要跟蔡總統直球對決 韓國瑜一言一行 都被對手放大檢視 記者綜合報導